比賽之後 那時候時間點是3月13號 那事實上是ESPN先獲得了 和這個水源一瓶90分鐘的 專訪機會 那在專訪中他透露說 他自己是有毒癮 而且有欠下了一筆債 是由大谷祥平來幫他還債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 在稻奇隊這一方的說法 是他們在了首爾的 第一站的比賽會後 這麼球團的會議上面 這個稻奇隊的總管就突然說 即將會有一則報道 是負面的報道 那這時候水源一瓶 就突然起身道歉了 說他自己確實染上了毒癮 而且是由大谷祥平來還債的 但是這個說法 一說出來之後 在場很多人就是滿頭問號 那接下來這個 當然滿頭問號的人 還包括大谷祥平 那他也知道事情確實不對勁 那據了解是他之後 還去找了別的翻譯來問說 現在事情到底是怎樣 那後來才據說是 他才知道說自己帳戶裡面 有錢不見了 那麼這個美國ESPN的記者 Tisha Thompson 她是認為說 大谷祥平真的很有可能 是完完全全在這當中 都不知情的 不過根據美國現在 披露的調查是說 這個從大谷祥平資金中 流到這個運動博弈經紀人 Matthew Bauer的帳戶裡頭的錢 不止兩筆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分別是在去年的9月份 跟10月份 都有一筆個50萬美元的款項 是從大谷祥平的帳戶 匯到這個運動博弈經紀人的帳戶裡頭 但是現在指出還有可能有更多 甚至8到9筆之多 那麼如果說大谷祥平真的不知道的話 這些錢又怎麼樣會從他的帳戶當中 匯到別人的手裡呢 這個現在恐怕是大家最懷疑 最認為說最疑惑的一個部分 而現在最怕的就是大谷的職棒生涯 會受到影響了 所以有報導就表示說 當然最慘的下場是大谷 可能無法繼續在加州打球 而其實大聯盟之前是有相關案例的 那麼相關的分析繼續交給會員 好 我們要看到這起事件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在道企隊所屬的加州 這個運動博弈 不管是什麼形式 什麼運動的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如果你有執行說運動的 運彩的牽賭 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所以如果說 從大谷祥平的帳戶裡面還匯錢 到這個運動博弈經紀人的帳戶 如果被查出來說 這是一個正向關聯 就是實際上確實有關聯的 這兩件事情 就是大谷祥平可能會涉賭的話 那麼最糟糕最糟糕 可能大聯盟會處理說 他在加州必須是要競賽 沒辦法打球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大聯盟在2015年的時候 馬鱗魚隊的投手Jair Cossard 也有類似的案例 不過他當時最終最終的結果 是只有罰款而已 因為最後被司法調查的是說 他牽賭的這個運動博弈經紀人 是被調查的 而他也是屬於這個金資金上面 往來被查到的一個部分 但是最後面發現 其實他並沒有在這個 棒球方面有下注 所以其實大聯盟的規定就是說 不管是球員或者是說當中的人員 你其實是可以玩這個運動博弈 在這些合法中你是可以玩的 但是你玩的項目裡面 一定不可以有棒球 所以既然他沒有碰棒球這個項目 當時Jair Cossard的這個案例 就是以罰款終結的 所以現在整個大股商品的案子 是已經進入了司法調查階段 目前方面到齊的球團 也沒有對外做出更新的說明 好 感謝惠雲帶我們掌握最新的動態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將會隨時為您插播 而接著我們來看到台北市內湖 有一名退休的教授 遭到詐騙1700萬 而且前前後後 他總共交了9筆的款項 而且他還想要繼續把錢交出去 詳情連線給記者蘇佩玉 外面中警方進到一處教會交易廳內 一名穿著黑外套的男子 就坐在桌子旁邊 看到遠景到場嚇了一大跳 沒想到原本要面交 竟然成了被逮捕的地方 當場被逮個陣著 原來他就是詐騙車手 事發在台北市內湖 一名70多歲的蔡新老翁 他是退休教授 遭到假投資詐騙 已經面交了9次 金額高達1700萬 這次就要準備面交1000萬 在準備領錢時 被行員關心 但發現老翁身心不已 行員利用護鈔手法報警 警方到場和他好說歹說 才終於相信自己遭到詐騙 配合面交 警方到場見時機成熟 當場逮捕取款車手 輕變受 olive… 逮捕捉 Bridges… ryn… 逮捕津… 太好…